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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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很棒 你可以等考完试以后再来担心睡眠了 对吧 先别这么快下结论 原来睡眠对你的大脑也至关重要 在你进入梦乡的时候 你身体里五分之一的血液都会流入到你的大脑 你睡觉的时间正是你的大脑内部重新调整组合的时间 这个阶段对我们的记忆功能十分重要 乍一看 我们的记忆能力并不值得惊叹 19世纪的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 发现一般在20分钟内 我们会忘记40%的新事物 这个现象被称作遗忘曲线 但记忆力可以通过对记忆的巩固来提高 在这个巩固的过程中 新的事物会从短期记忆 移到更稳定的长期记忆 记忆巩固得益于脑部的一个重要部位 即海马体 海马体在长期记忆形成中扮演的角色 于1950年代 北布兰达·米尔内 通过一位名叫HM的病人的研究证实 HM的海马体被移除后 它形成新的短期记忆的能力遭到破坏 但它仍能通过不断重复来学习新的体能任务 由于海马体的移除 HM形成长期记忆的能力也被破坏了 这个例子反映出 海马体在长期陈述性记忆 而非程序性记忆巩固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陈述性记忆包括考试要记的事实、概念等 程序性记忆包括钢琴独奏要记住的手指动作 米尔内的发现加上埃里克·坎德尔在90年代的发现 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巩固过程的现有模型 感官数据会先被暂时转录到短期记忆的神经元上面 再进入到海马体 而海马体再将其皮质区的神经元进行强化 由于这一神经可塑性 新的突出芽得以形成 并在神经元之间创建新的连接 从而强化相应神经网络并形成长期记忆 为什么我们会记住一些而忘掉另一些 那是因为有很多东西会影响记忆形成的程度和有效性 例如 由于海马体与情绪的联系 在情绪高涨 甚至压力的时候形成的记忆 会被更好地记录下来 但是一个影响记忆巩固的重要因素是 你已经猜到了 就是一碗好的睡眠 睡眠有四个阶段组成 最深的就是慢波睡眠和快速演动睡眠 脑电图监测结果显示 在这些阶段 电脉脉冲在脑干 海马体 丘脑和大脑皮层间移动 而这些都是记忆形成的中转站 不同的睡眠阶段有助于巩固不同类型的记忆 在非快速演动慢波睡眠阶段 陈述性记忆 被暂时放在海马体的前部 通过大脑皮层和海马体的不断对话 这些记忆反复被激活 使得它们慢慢转到大脑皮层的长期记忆存储区域 同时 快速演动睡眠 跟大脑醒着的时候相似 与程序性记忆的巩固有关 基于这些研究 在你背公式三个小时后 练习钢琴一个小时后 进入睡眠是最好的 希望你现在已经明白牺牲睡眠 不仅对你的长期健康有害 而且会影响你记住前晚的知识和练习的能力 这些都证明了这句话的智慧 先睡一觉再说 想一下你睡觉的时候 你的大脑在忙着重组 形成新年接等 你甚至可以说 好的睡眠 让你第二天有一个全新的更棒的大脑 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 如果您热爱学习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周我们会发布各种内容的新视频 包括双语大脑的益处 丝绸之路的历史 敬请继续关注 永保探索热情